已经死去七个月的男孩突然复活 离奇的是 每个见到他的女人 都会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 当男孩将女人带到一条小路上后 女人便会诡异地蹊跷流血而死 而尸体则会向着远处飘去 形成一道尸体龙卷风 探员查明男孩身份后 立马来到他的家中 惊讶地发现 男孩真正的母亲面带诡异微笑 早已死去多时 看着眼前漂浮的尸体 大狼意识到 这里才是诡异死亡事件的原点 果不其然 大狼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外星残骸 在金莲闻讯赶来时 大狼示意他赶紧离开 在没有搞清楚他的危害前 最好不要接触 两人来到男孩家中 发现他还有一个姐姐 询问姐姐后 他们终于得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消息 男孩竟然在七个月前就已经死了 自此后母亲一蹶不振 经常对着在后院发现的残骸 诉说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直到有一天 男孩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 另一边 男孩又找到了新的猎物 一个年过补息的老太太 大狼这边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当他们赶到时 老太太正在便利店给男孩买糖果 金莲负责看住男孩 大狼则是去安抚老太太 可是 无论大狼怎么解释 老太太始终认为男孩就是他的儿子 这时 男孩再次摆动玩具发出清脆声 金莲似乎被这个声音感染 不由自主地握住了男孩的手 而老太太突然眼角流出鲜血 就在大狼的注视下 老太太离奇地死亡了 当大狼走出便利店时 金莲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立马意识到金莲被男孩控制 想要救他 唯一的办法就是唤醒男孩母亲的意识 这样才能斩断与残骸之间的联系 于是 他找来了男孩姐姐 希望姐姐能够用亲情来唤醒母亲 此时 男孩已经带着金莲来到了那条无名小路 姐姐这边诉说着对弟弟的思念 同时也告诉母亲 自己也需要母爱 她会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 在姐姐的深情呼唤下 母亲终于睁开双眼苏醒过来 同一时刻 男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 各种离奇的事情还没有完结 草坪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误状的屏障 当女人好奇地上前查探时 bo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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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